接下来要教各位同学怎么样来撰写爱心的一个程式码 爱心的程式码其实不会太困难 各位同学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像花的程式码 在它有浇三次水之后 它就会广播爱心 这时候基本上我们的爱心的程式码 就是处理花所送来的一个广播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绿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注意一下我们的爱心是隐藏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个状况 爱心1 爱心2 还有爱心3 其实他们的处理方式很简单 就是当他接受到这个爱心1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要显示 显示的时候他必须要移到一个位置 如果是花衣会呼叫或是广播爱心1 所以他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他必须要移动到一个位置 好那这个位置呢事实上就是花的一个位置 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各位同学就可以到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这个整侧的部分 好那整侧的部分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好在这边有像这样的一个程式嘛 好所以你就是去找 呃花的x座标跟花的呃y座标 好所以呢首先呢我们就先移到 好这个花的这个位置 然后显示那显示之后呢呃就基本上他就会往上升 好那在这边的话呃为了就是说呃让他呃不要呃被遮到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它呃移到这个最上层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处理这个上升的部分 那上升的部分的话我们基本上做的就是重复执行的 像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呢他的这个y座标不断的增加 好那增加的这个值各位同学可以去做自己做调整 好老师在这边就简单设定作物 好那在这边呢呃基本上呢如果碰到这个上方 好那我们就隐藏就不见了 好所以其实这个程式嘛不会太困难 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加一个如果 好那如果这个y座标的这个值 好譬如说他已经大于了这个170的话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隐藏的一个动作 好那其实基本上呢这个爱心2跟爱心3都是一样的 好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可以做一个复制 好那复制之后各位同学只要去改这个花的2 好跟花的3 好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老师更难做到是整个复制 好稍微让他做一个整理一下 好那这应该是处理的是这个爱心3的部分 好那这就是花3 好那这边错掉了哈这应该是花2 好那我们再重新再看一下 好那基本上这个花的呃这个爱心的这个程式嘛 就是当绿器被点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做隐藏 好当他接收到爱心1那就是花1送出来的 那我们就移到的位置就要在花的上方 好然后呢不断的上升 然后上升到这个顶端的时候就做一个隐藏 好那这是花呃花2送出来的爱心2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呃花3送出来的爱心3 好加油 horiz се发打呃花2送因